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我是周敏玲 欢迎大家来聆听主声 2024系列第10月第二日 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0章7至13节 題目是說話還是不說話 昨天我們看到耶利米內心的掙扎 這位流淚的先知目睹了他心愛的國家猶大敗望 上帝最後通牒警告他們 在未老到巴比倫的70年裡上帝將施行審判 人民的反應是憤怒的抵抗 而不是懊悔和悔改 耶利米為他所愛的人民哭泣 然而他想逃往沙漠遠離他的同胞 想避免看到罪惡 愛罪人和恨惡罪惡之間的鬥爭 是一場艱難的戰鬥 現在耶利米又面臨另一場鬥爭 他的預言性的信息激起了同胞的敵意 因為奉上帝的命發言使他受迫害 然而聖靈的力量卻如同他體內紅紅燒著的火 他不能保持沉默 說話還是不說話 正是這個問題 讓我們在耶利米書20章7-13節中 聽聽耶利米說出他內心的掙扎 耶利米說啊 你曾勸道我 我也聽了你的勸道 你給我有力量 且勝了我 我終日成為笑話 人人都棄弄我 我每逢講論的時候 發出哀聲 我哭叫說 有強暴毀滅 因為耶利米說的話 終日成了我的凌辱 基辭我若說 我不再提耶利米說 也不再奉他的命講論 我便心裡覺得 似乎有燒著的火 避塞在我骨中 我就含忍不住 不能自禁 我聽見了許多人的柴旁 四位都是驚嚇 就是我自己的朋友 也都窺探我 願我跌倒說 告他吧 我們也要告他 或者他被引誘 我們就能勝他 在他身上報仇 然而耶利米說 與我同在 好象什麼可怕的勇士 因此迫白我的 必刀半跌 不能得勝 他們必大大蒙羞 就是受永不忘記的羞辱 因為他們行事 沒有自慰 思染異人 擦看人肺虎心腸的 萬鈞之夜 求你容我見你在他們身上報仇 因我 將我的案件向你品名了 你們要向耶穀話 唱歌讚美耶穀話 因他救了窮人的性命 脫離惡人的手 神如何說服耶利米 成為他的代言人 毫無疑問上帝呼召的場景 對他來說 仍然力力在目 耶利米說第一章第九節 和十節記載 於是耶穀話 伸手按我的口對我說 我已將當說的話 傳給你 看我今天立在列邦列國之上 為要施行拔出 拆毀毀 慶福又要建立災藉 此外 上帝向他保證 他說看我今天 可使你成為堅誠鐵柱 同場與全地和猶大軍亡 首領祭司 並地上的眾民反對 他們要攻擊你 卻不能勝利 因為我與你同在 要拯救你 這是耶穀話說的 記載在耶利米書第一章 第十八至十九節 但現在耶利米傳道多年後 他不再覺得自己是一座堅固的城 一根鐵柱和一面銅牆 耶利米非但沒有被軍王首領 祭司和百姓所成 反而終日被嘲笑 氣弄 凌辱 基茨 耶利米對上帝拯救的應許 感覺到焦急 擺脫迫害等待是艱難 昨日我們聽說 耶利米想逃到抗爺 但現在即使他想停止 奉上帝的名廣道 也不能做得到 確實神將他說話的火 放入耶利米的口中 這些話就成為他骨中的火 無法壓制 火必須爆發出火焰 他越堅持上帝的劇本 譴責就越強烈 更糟的是威逼來自耶利米自己的朋友 才知 他們急於陷害他被向他報復 耶利米感覺到被出賣 他孤單 周圍都是受敵 如今有些教會 堅持上帝所啟示的 關於聖經中男女婚姻的真理 但在加拿大 這些教會 因為堅持這個真理而被邊緣化 並受到懲罰 有些朋友變成了迫害者 但這些教會將會繼續存在 因為他們骨中有聖靈的火 他們將遵守上帝的劇本 並等待他的拯救 就耶利米而言 他信賴耶和華的呼召和應許 他相信 迫白他的人是會跌倒的 而且不能得勝 他們將會失敗 並徹底蒙羞和受辱 當巴比倫人征服猶大 此舉將備載入史冊 永遠不會被遺忘 同時 耶利米必須對全能的耶和華保持忠誠 他監察先知的心思二連 神話 身冤在我 我必報應 記載在《生命記》32章 35節 羅馬書12章19節 因此儘管情勢險盡 他仍然繼續宣揚上帝的道 我也說 耶利米一起唱這首讚美的詩歌 你們腰香也華唱歌 讚美也華 因他救了窮人的聖命脫離 惡人的手 第13節 神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 他的性格沒有改變過 我們祈禱 最親愛的天父 我懷著感恩的心來到你的面前 感謝你的枯兆與裝備 你從未要求過任何你尚未給的東西 所以我要用我的一切來為你的名作證 主耶穌指出 在末世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奉他的名義來自稱是基督的 父下求你賜給我明辨的靈 使我不至於受迷惑 即使我受迫害 即使我因你而被憎恨 即使假先知出現 並欺騙很多人 但願我仍然忠心於你 我獨一的身 幫助我堅定地站立到底 看見你的榮耀 求你賜給我堅定的心 去分享你的救恩的福音 以加速基督的犯禮 感謝你的恩典與憐憫 我以你的兒子我們的王尼賽亞的名祈禱 阿門 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要你說話的時候 你就說話吧 不用緊張 我們將一切交託給他 願祝祝福 多謝收看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天上傳的視頻通知了 謝謝 多謝